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日 我们继续复盘热门的标的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成为会员 两块九毛九一个月 那么可以通过加入按钮加入 去观看这些节目啊 比较合算 我们昨天是对科技类的行业进行了复盘啊 一部分主要的龙头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复复盘了一些金融和一些传统的龙头股 包括能源和这个迪士尼啊等等啊 包括金融啊 量子计算 我们继续分析啊 这个新能源领域的 里矿啊 我们看一下里矿的周线图 里矿很显然有一些啊 局部见顶的征兆哈 大家看周线图非常的不舒服啊 给人的感受 我们把这些线删一下 重新看啊 这个图给人的感受啊 他要么就是一个上涨的中继 要么就是一个大顶 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因为啊 这个 因为我也不知道哈 因为这个包括这个特斯拉都在地哈 那其他行业也不一定说一定会持续的上涨啊 我们把这个典型的趋势线连一连 哎 我们发现这两个处点可以连一根 我们可以多画几根啊 那么这个陡峭的算是一根 好吧 但这如果真的是高位大顶呢 也不要完全悲观吧 我们先把它当作震荡行情来看 但是有人说 你看 这已经突破不上去中间这个高点了 而且本周是根大阴线呢 那恭喜你啊 反正他不是牛市了啊 已经开始走震荡市了啊 或者是往下走 说他走到哪呢 哎 我们可以画一个啊 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 对吧 他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话 等距离位置就到这 对吧 或跌到我们画的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上涨趋势线附近 对吧 哎 跌到这附近吧 好吧 好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 应该卖啊 应该不要再做多头了 说中间图MCD有点死差啊 是的啊 有点死差 而且本周阴线过阴 那这样的话 势必引起多头的恐慌啊 特别是有一个细节 我们刚才说过了 这根大阳线的高点 并没有有效突破113 这个高点对吧 也就不符合多头的定义了 就赶紧给出大阴线 吞没掉这根阳线 而且阴线这么强 那这样说明什么 说明多头乏力了哈 多头乏力了 不应该再去做多了 好吗 可以做空吗 呃 不要两个方向频繁住啊 这个图呢 也有可能再震一震 但是也有可能跌下来 好吗 好 这个图 那之前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啊 你看横排 横排了很久之后 才跌了一条 才跌了一根K线啊 所以做空也比较坚啊 这个图呢 应该离场啊 多头 这万一再涨了 万一再涨 咱们再找迹象啊 那日线图 还不像周线图清晰了 是吧 上次的反弹 测试到这 高点之后就结束了 你看 上次画的多头趋势线 死亡之稳吧 这不就是 跌下来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第二来就不做了 也多头吧 等了新的一轮了 震荡了 说震荡什么时候止跌 都没迹象呢 大阴线 下来还没跌 应该画一个空头 拨断趋势线啊 是吧 看这有没有双重底 什么的 才能做一拨 没有的话就不能做了啊 多头 好吧 见顶了 也不能说见顶 有可能是上涨中继啊 但是这洗盘还没有结束 好 这个图是比较经典啊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 XIE 有人说XIE还能追吗 我们对于周线图 感受是什么呢 犹豫了 说这犹豫是 到底是反转下来 还是往上继续上涨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中继呢 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神啊 对中对横 对横盘K线都能方向都能准确判断它的一个趋势 这是不现实的啊 我们看本周呢 实际上还是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高点 或者说近期波段的一些高点 但是呢 本周是收阴线啊 是小阴线 是十字星线 那这样的一个K线呢 在数啊 或者是这个K线图波动过程中呢 它有可能是顶部 也有可能是中继啊 上涨的中继 我们的思路呢 是画好趋势线就可以了 那周线图 创立了一个新高 也未必是坏事啊 当然也未必是好事 因为市场也没有选出方向吧 而且在这个高位已经三个K线啊 将近三个K线在这横盘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我们说我们的趋势线坏在这儿哈 哎 发现他不断的去测试我们的这个趋势线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支撑啊 趋势线本身也是一种对价格的一个支撑吧 那老是跌破 那这样的话应该减仓 是吧 老是跌破 我们之前说要在这里震荡了 对吧 说这个震荡 它是顶还是底 那去事后啊 去验证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减仓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当前的运动状态 我们画一个通道线 看一下 我们画一个趋势线 哎呀 发现他是扩散点形啊 哎 没错 只要你看到这样的形态 你就知道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判断运动状态 怎么判断呢 当他跌破这个趋势线啊 我们的底线又降低了啊 因为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直勾勾的趋势线 对吧 陡峭的趋势线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 那什么啊 扩散点形的感觉啊 当他跌破 扩散点形的下边沿 反弹测试 无力 他们那么 就是见顶的增长 当他突破 上面沿 再去回踩 扩散点形的高点 然后呢 再往上拉伸啊 说明是多头 好吗 我们对扩散点形 应该抱持什么态度呢 中性 大家有没有可能是顶啊 有啊 你给我跌破这个趋势线 就OK了 就往下走了 好吧 这就是能言指数 好吧 近期是一个洗盘的状态 这个洗盘是顶还是中继 目前没有确定 通过这两种模式去确定 多头可以减藏 但不能加藏 不可以做空 好吗 这就这个震荡行情 就是这样啊 震荡行情 你看这是多头的一个末端的震荡行情 多头应该减藏 是吧 可以减藏 不能说应该减藏 应该说可以减藏 不能加藏 空头不能做空 是吧 空头现在是不能做空的 因为它毕竟没跌 没强劲跌嘛 强跌得得跌到这反弹下 弄下来 是吧 所以有没有可能空啊 有 MCD是个死叉的哈 所以对多头不是有利 但它是死叉又能怎样 它不还不是震荡吗 是吧 死叉也有可能是震荡行情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有效哈 好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腰骨 木兰 木兰木兰的周线图 看一下 还分析吗 就是不用分析了 这图太太没希望了 所以就算了哈 跌到多少钱了 两毛六啊 零点二六九 这一块钱都不到 三毛钱都不到了 你说这什么国赛的股票 甭管哪个国家哈 哪个国家都有这种股 好吧 好 好 这么便宜不超吗 算了吧 好 我们看一下马拉松石油对马扎松石油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XLE的图像不像 有人说像 有人说这是大顶吧 有可能怎么判断 首先这是一个高位阻力区哈 在这遇到强劲的抛压空头开始进场是吧 经过整理之后再次测试这位置发现本周又是个强劲的阴线 表明对这个高点的突破向上突破失败哈 否则突破上去应该在高点上方踩这个高点是吧 你现在上不去就直接下来了 对吧 说后期有没有可能上那你就要重新再判断能不能突破再回踩高点再直跌是吧 现在没突破上去吧 就没成功突破上去吧 就给弄回来了吧 哎 这有点见顶的增长 说这个他一定是得吗 也不一定哈 我们画一个趋势线去界定一下 说近期陡峭的趋势线在哪 我们啊 不妨就在这画一个 哎 你会发现 这么一画这么一连还有点道理哈 那这样的话这确实有点偏空的感觉啊 不在原有趋势线上了是吧 所以呢 多一对多头来说呢 应该开始注意了 说这么画一个呢 这么画一个 那这是另外一个趋势线啊 趋势线变缓也是多头变弱的表现吧 好吧 这个图一定要注意了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跟我们刚才那图类似哈 就是说有可能是顶 也有可能是一个中继 没错 那怎么判断呢 还是那么判断哈 我们看近期 你要是画个趋势线的话 你会发现破位了是吧 但你要是画这个通道线和局部的小形态呢 你会发现哎 这里 简单画一个 哎 这这这 这再画一个 哎 他是一个啊 一个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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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啊 那跌破这个位置 咱们就说啊 要走空了啊 那实际上早 其实不严格哈 这么画 这么一画 你会发现他早就跌破了 说可以做空吗 我觉得也不行啊 因为这个反弹多头也很强 他有可能无需震荡一段时间 好吧 跟刚才呢 跟刚才的XLE是类似啊 他们是一个行业啊 所以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那个XLE是不是要再洗盘一段时间啊 你看之前这些都有洗盘啊在高位的一个横盘 然后就跌了一下啊 是吧 嗯 这种这种形态呢都不是很好分析啊 而且都是多头减仓位啊 因为这根阴线就是多头减仓的 若持续做空的话也不一定啊 嗯 你看持续做空 它就是个横盘的话也没办法去做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有人说特斯拉玩独子了吗 特斯拉的K线图玩独子了吗 嗯 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我们把这支撑区呢 给他调到这吧 哎 这是周线图 如果你调到近期的这的话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啊 他不断的跌破是吧 你看 弹到这 哎 只跌弹一波啊 跌到这 哎 跌跌破下来 然后弹一波啊 然后又跌下来 那这就是阻力区了啊 我们可以画到这 因为周线图不是很严谨的啊 我们就简单画到这 这是个阻力区啊 no 跌下来 哎 或者会画到这吧 怎么都行啊 跌到这哎 弹一波啊 再跌破啊 反弹测试 发现测试失败 因为本周是阴线啊 对我 说这不是跌完了吗 没跌完呢 我们说如果他老是跌的话 就要往下看了 周线图 看到这 看看能不能跌到 147 150一代 是吧 这是一个支撑区 你看 是吧 然后再往下跌呢 那就跌破这个 这个平台区域啊 到这 到108一代 110一代 哎呀 这个我们之前说 我们那个老粉丝啊 有有个别 现在再也不说 年底 特斯拉涨到400了啊 你看年年底 我觉得特斯拉能带150支撑住 就不得了了 就就已经万收 这叫什么 阿弥陀佛了 是吧 啊 为什么 因为本月已经啊 最后10天了 然后呢 下下个月就四五周 也就是说 还有五六根周线啊 你要是拉到了 400 非常难啊 现在是180吧 400在哪呢 400我们画一下啊 400在这儿呢 最高这个横线值 能上去吧 不能 能下去吗 下情的概率会略高哈 或者说下到150 是反反复复震荡啊 这就是今年的行情了 是吧 然后万一再挣上去呢 一步一步分析吧 一天看一天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这个周线 是不是悬在半空的感觉 还没有跌到位的感觉 再往下跌一跌 跌到149 150会更感感受 会更好一点啊 悬在这了 说明运动没结束呢 是吧 说为什么大盘反弹上涨呢 他却下跌呢 谁跟你说他 他跟大盘完全一致的呀 不完全一致啊 这些图都有 大盘是普遍性 是吧 是所有个股 加在一起 典型的股票 他是他就有特殊性嘛 他是个股特殊性 他有他特殊的一个历史使命啊 他的图 好 其实打下来更好嘛 你想一想 逆向思维一下 他越跌越好嘛 后续我们抄底 不是更便宜了吗 说高位没捡过仓的 那也没办法了 我多次提醒 卖 很多人啊 还还是我胡扯的 还要在那什么呢 你看 是吧 所以 我我觉得我准确度会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感受 刚才周线图还是比较清晰哈 感觉悬在半空 还要跌一跌的感觉 那日线呢 日线如果你尝试建过仓了 你应该在177一带减仓一下 是吧 那后续大家是指电的 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们更好的点位在哪呢 我们应该再把这个 再移动下来 是吧 我们这个右侧加仓的这种模式 非常的健康 合理 科学 有效哈 那你如果非得在左侧种仓的话 就不好 我们说啊 近期做一些左侧不断的 有些图很好 但特斯拉有点不那么 不那么乖哈 没有那么强势的上走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尝试建仓的模式 他比苹果都不乖 苹果都比他乖哈 往上走了 特斯拉不乖 那这样的话 应该等待右侧再重新布局 我们再找一下日线的一个典型的问题 这圈口上边沿就是一个 150吧 就就就先定到150 看一下 在这再震一震 你看他右往下 他距离我们这些抖 这些下跌趋势线越远啊 他需要在下跌趋势线左侧啊 在不断的横盘震荡一段时间啊 能不能到右侧 对吧 还是个问题的吧 我们的案例是谁来着呀 是阿里巴巴吧 就是左侧抄底都是常识性的 右侧的指定点位 才是适当建仓的位置 这个 不管你是不是龙头骨 你即便是龙头骨又怎样 他还是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所以右侧点位再去建仓 会更安全啊 是吧 比如说特斯拉就不会暴跌呀 眼界为时 你看从440到170 这就多少了 我们测一下 今天我也很少测啊 我们测一下 已经跌了60%左右了啊 比如说1.8%就应该超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跌到150 我就正好是60% 70% 对吧 那么等待右侧晚吧 不晚 你看这些 下跌不断后边都有震荡啊 下跌不断后边都有震荡 是吧 否则他多头没信心哈 没信心一下围上去 是吧 当然如果跌到10块钱 那肯定就围上去了 大家都去炒 你看这一波 这个回撤非常的深啊 就很一下 一下就围上去了啊 那如果他跌得非常迅猛的话 也可能围上去 咱们再从浪行的角度来看一看 此轮的下跌到第几浪了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四浪反弹无力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五浪啊 大五浪 看看五浪会陡峭到哪啊 问他跌吧 好吧 多头们不要着急啊 有人说被套了怎么办 首先你没有遵守我的规则啊 你没在高位卖 你也没听我的 对吧 其次呢 我说跌破哪 再减减仓 不要频繁加仓 你也没听 再次呢 我说等待右测再去做 你不一定听啊 所以 我说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啊 我只告诉你 你事后 应该改成之前的错误 等待重新新的一轮正确的操作 这是正确之道啊 你又不愿意 那这没办法了啊 所以呃 综合来说还是你自己做决策 我只把我在图表的分析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做法分享出来 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按照那么做哈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说服你 好吗 大家都是成熟的交易者 应该为自己的操作负责 好的 说万一在这 他就真围上去呢 那就等右侧加仓呗 但是也到时候也得带好止损是吧 说这是空头强是吗 强啊 真强 所以有没有可能止跌 有 但是概率会略低一点点啊 我们需要看到强劲的止跌阳线 是吧 看到右侧点位 也就是说四五浪也是非常复杂的啊 咱们再数一遍 一二三四五浪就没有可能是双重跌 有啊 所以五浪有没有可能是下跌高潮 有 我们的规律是什么 四五浪不要去猜啊 他走出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 你看这个五浪 哗嗨一下 拉上去啊 是吧 非常猛啊 看这反转 一二三四五啊 当然这五浪里边还有小五浪啊 一二三四五是吧 那下跌过程中也同样有高潮啊 下跌高潮也是很猛 咱们再看这 一二三四五 是吧 直接弄下来 到一百五能不能支撑住啊 不能打表票啊 不能打表票 案例还是参考谁啊 阿里巴巴 是吧 说阿里巴巴是中概股啊 中概股 迟早成乞丐 那你 再看特斯拉的国籍是什么 他也在跌啊 刚才那个跌到两毛钱的是谁 是吧 大家研究一下 不要以这种狭隘的一个维度去看 一个标的啊 标题是复杂的 不是简单的 好 我们看一下蔚来汽车 那这样的话 蔚来汽车就是中概股了 是吧 有人说蔚来汽车跌这么多呀 呃 对吧 但跌的过程中也有反弹啊 那么当前应该怎么看 我们说啊 中概股 他能不能抄底呢 可以尝试性做多啊 在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他不能止住的话 应该离场 是吧 现在呢 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吧 刚才 周线给人的感受是 好像是在这个位置 有所支撑的感觉 我们把这支撑区就放在这 拼半啊 就是下引线 然后打阳线 再来一根啊 那么本着又吃饭 他最好是给个阳线 否则话也不能止住 说还不能止住 那跌到哪啊 往下跌 跌到这 跌到这 跌到6块钱 5块5 6块 现在不就10块钱吗 跌到那儿啊 再腰斩一下 也是ok的啊 说超级失败怎么办 应该减仓离场啊 你的底线是8块5 或者是8块3毛7 就这个地点 底线 也可以放在9块5 说再跌到9块5 可就真受不了了 那就离场 好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这是一个平台区啊 他没有能有效突破平台的上边沿 我们说 遇到平台期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平台是我们啊 分歧的表现 跌破下边沿 反弹 再往下瞧瞧 就应该离场 是吧 突破上边沿 回踩止跌 才能再继续加仓 是吧 突破回踩 发现拉伸武力啊 没有能把这个高点弄上去 这样的话 多头就要开始减仓了哈 不要频繁加仓了 说万一再弄上去呢 仓位要极轻才行啊 趋势线要画好 或者现在开始趋势线 那接下来如果是阴线 就没有趋势线了 就变成一个 横盘区域了 好吗 这个图一定要注意啊 他有可能是下跌中继 也有可能是反转形态 是吧 好 那中国的股市呢 不好说哈 中国股市 我没有给大家持续跟进 我现在没办法说 我只能告诉你市场 在横盘的状态下 成为中继的概率会略高啊 因为多头无力 才会出现这个上行 不持续的表现 好 我们看一下shop shop的周线图 给人的感受非常的舒服哈 我们已经预测到 他有可能处理到 这个横盘区域的上边沿了 对吧 突破回踩止跌 走到这 那么本周是一个回落啊 非常符合预期 你应该在这做波动化处理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的回落呢 好像是在回落哈 我们这趋势线呢 其实是一个心理 心理的趋势线 他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 再回落下来 到三十一代 再止跌 再震 是吧 反反复复震的 所以这趋势线呢 再跌破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在这 就已经止盈过了啊 在阻力区止盈过了 现在呢 再看回落的一个情况 这趋势线呢 暂时是无效啊 没什么意义 好吧 这个图呢 应该观察 他回落的一个情况 恰恰相反 我们应该画一个空头的 波段的趋势线 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RBLX RBLX并没有在这里止跌 看 拉升回落 这应该给阳线才好 没有止跌怎么办 这是无序震荡 我们之前说过 这种无序震荡 是比较不好做 如果他接下来 在这再给一个止跌阳线呢 才能去做多哈 才能去止损就放在这哈 放在30才去做多 所以下周一 如果说止跌阳线 勉强去做多 那这个图肯定不像 刚才Shop要清晰是吧 所以刚才Shop 也有可能要开始走 无序震荡了啊 因为Shop刚发展到这 是吧 刚走这个波段 无序震荡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的 啊 不是木头节啊 Docker也算吧 看一眼 Docker不行啊 周现主 国际还是要回落 是吧 需要进一步的止跌才行啊 好 富途呢 富途也应该波段化处理吧 到这个高点附近了吧 应该慢慢减仓了吧 看一下回落的一个情况吧 四根大阳线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注意哈 他不一定走W底哈 有可能走再再震荡是吧 我们多次说过 我们看一下C 嗯 快速看一下啊 梦不完的周一在弄啊 C有点冒上去突破回踩的感觉 需要下周止跌确实啊 上影线是回落了 对吧 需要下周的止跌 看一下日线 嗯 确实啊 突破回落 还没止跌 多头应该谨慎啊 看止跌 看能不能止跌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Coin Coin不行啊 创新低了哈 周线走 看一眼 创新 就是说 没创新低 但是不能频繁做啊 嗯 AFM呢 最后一致 不行啊 AFM还在我们的下跌 确实线左侧 你看 12345 67 8 9 9啊 这根K线本身是8浪啊 7 8 是吧 接下来就反弹上去 反弹就是8浪啊 9啊 现在还没有跌啊 还没有止跌 止跌K线 没有在右侧吧 下跌去看右侧 好的 等待吧 好 我们呃 这周先这样哈 周一我们继续分析一些 没分析到的 周一再见 欢迎假日会员哦 好 拜拜 拜拜